给关心我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每一位普通观众和球迷朋友 告别黎明的作品结束百年的遗憾 就在今天把手中的生活点燃 一个绿色的梦想牵动百年的呐喊 就在今天把脚下的历史改变 从此改变 让我们的心相连 把我们的爱奉献 再撒霜影子在脚下 相逢一相到永远 让我们的心相连 把我们的爱奉献 在奥林平和气质下 拥抱明天 告别黎明的昨天 结束百年的遗憾 就在今天把手中的生活点燃 一个绿色的梦想牵动百年的呐喊 就在今天把脚下的历史改变 从此改变 让我们的心相连 把我们的爱奉献 在撒霜影子在肠下 像梦一笑到永远 让我们的心相连 把我们的爱奉献 在奥林平和气质下 拥抱明天 张言 我经常遇到一些歌手 他们对我抱怨说 他们在音乐电视里面 拍得不够美 也不够漂亮 感到非常的遗憾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其实他们的自身条件 还是挺不错的 如果说要是自身条件不错 拍得不太好 那我觉得这个责任应该是在于导演 主要是在导演 对于灯光拍摄角度的把握问题上 看来拍摄出一个完美的画面 要靠摄影的角度 还有服装的选择 以及化妆和发型的设计 是民不可分的 当然归根到底 我觉得还要靠灯光师 来把它最后的体现出来 没错 所以在这个音乐电视的拍摄过程当中 灯光师所站的位置 是非常重要的 是不是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要介绍一位 曾经拍过很多电影广告 音乐电视作品的灯光设计师 就曾经获得94年 中国音乐电视最佳灯光设计的 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著名灯光设计师 尼宗泽 好 有请 音乐电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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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电视作品